今天我們汽車交通外輸總工會 非專業巴士分會學童車組 我們今天聯同公共巴士同業聯會 和學童車協會來到政府總部 我們有一個請願 就是因為我們是服務學童的 所以正正今天停課去到4月20號 還有分階段 所以基本上停過3個月是少不了的 但是我們這班從業員 個個都是因為收不到車費 車公司收不到錢 也很多前線的員工 是因為這樣出不了糧 甚至有些車公司已經辭退了他們 因為前景都不明朗 很多現在都失業 有部份就出了一半糧 大部份出不了 老車公司也是很困難 正正政府一個抗疫基金裏面 有一個撥款 就說我們的校巴資助2萬元 學童小巴資助1萬元 我們業界覺得這個補貼 第一對學童小巴是不公道 因為學童小巴是單一服務 它完全不能夠提供其他服務的同時 它收取1萬元的補貼 和這個校巴這樣是不公平 我們希望爭取政府 是一個學童小巴的補貼 也都和這個非專門巴士的學童服務的校巴 一樣是有2萬元的補貼 第一 第二我們也都希望 因為這樣持續停貨3個月 在香港來講前所未有 這樣停了 我們沒有收入 整個行業面臨非常非常大的困難 我也都希望政府持續支撞 我們這個業界 直到復貨為止 第三 就是因爲很多前聖的員工 出不了糧 或者出少了糧 甚至有些已經離職了 公司遲退了它 這樣很多又失業了 我們希望政府 因需我們這個行業 發放緊急的援助的錢 給我們前聖的員工 司機我們希望他們 每個都給予1萬元 保姆我們希望有5千元 希望政府真的體諒我們這個行業 全部都是基層的員工 大家都為了1萬多 幾千元 是為了家裡的生計 大家都很辛苦的 第三 第四我想說 就是希望政府馬上成立 緊急的失業援助 去支援各行各業 包括我們學童車業界 是一些失業的員工 因爲正正都看到 真的有3個月是沒有公開的 所以未來三個月 他們都步入失業 那個裏面的了 所以收入真的完全是沒有的 所以希望政府馬上 真是緊急去成立一個失業的援助金 去支援我們前線的員工 第五 我們希望政府 是呼籲各位那些銀行 金融機構 亦都放寬給銀行 沒有那麼多滯爪 希望它盡快協助我們這個業界的車主 車公司 是一個免息公款 延遲免息的 甚至我們想要求 就是好像以前 曾經03年沙士 我們銀行已經很幫忙 馬上啟動 暫緩供款三個月 這個措施 當時我們業界是非常接受 我希望政府 呼籲銀行 是給我們這些小的企業 暫緩供款三個月 這個是非常之到位 完全不用供款三個月 之後後面我們加回三個月供款 還回給銀行 這樣舒緩我們業界 接下來這三個月的痛苦 這樣公司才能捱得下去 希望捱得到的話 各位前線的員工有薪出 公司捱得住 復貨的時候 我們有足夠的人手 去提供服務給我們的學生 上學放學 如果不是 現在這樣看下來 很多前線的員工 因為出糧不夠 甚至出不了糧 他們已經打算去轉行 離開了這個行業 到復貨的時候 我們不是那麼輕易 找到一班伙計回來做事 因為這班人本身的收入都不是高 離開了這個行業 他們不會再回來的了 開學的時候 我們很多 不夠司機開工 不夠保母開工 對學生上學 營運上 運作有很大的影響 所以希望政府 看順我們這個行業的痛苦 我們不是不想開工 是真的一點工都沒得開 沒試過這麼痛苦 多謝大家 其實如果我們今天 三個代表學同車界的會 今天來到這個表達訴求 我們是一致的聲音來的 當然了 如果政府不聽我們這班業界的說話 我們是這麼困苦 他都不肯再幫的話 我們會有進一步的行動 包括如果我們會有一個計劃的了 如果短期政府沒有一些回覆給我們 甚至可能見一下我們 聽一下我們的苦況 我們真的把實情告訴你 如果政府都不回應我們 我們會申請有三百架車去遊行的 所有保母車 兩千二百部的保母車 基本上現在都沒有公開的了 我們個個一呼百應 今天本來我們申請了十二架車來 但是其實很多很多都想開車來 我們說不要了 因為我們都不想騷擾政府 不想增加警力 不要浪費這些東西 我們表達了訴求 希望政府聽我們的說話 我們就開心 如果政府真的不聽我們的說話 我都控制不了了 那就可能幾百車上街 這些是必然的事 都不聽我的 一開始 只要讓我們找到 五百九十三個 後來我們就知道 感谢观看